第四章,江湖恩怨能人被出,上,在酒店中,等到三点钟,我便开始化妆,一个小时之后,我已然成了一个当地所能见到的一个小新居景,小本经营的商人,我从酒店的太平梯下了楼,在街上溜达了一会,准四点半,我来到了酒店门口,抬头一望天,不禁喝了一声彩,只见一个苦力,握住竹杠,竹杠上挑战。 正在大酒店门口,直出不前,那当然是黎明没了,可是我却几乎不敢出声叫他,因为他的化妆,神情实在太像是一个真的苦力了,我在他的身旁走过,他出声道,先生,该走了,我向他一笑,他却低声道,别露出马脚来,我将自周围看了看,也难以辨明,是否另有人在跟随我们? 我看来是和他并肩而行,但是却是他走前半步,便走了开去,新加坡我已然到过不止一次,可是黎明没带我走的路,我却从未走过,没有多久,我甚至不能辨明自己置身在那一个区域之中。 他带着我穿过了不少我从未到过的污秽的小巷,在那些小巷中,成群的儿童在污水沟上放住纸折传戴游戏。 五点钟,我们来到了较为僻近的地区,又过了十来分钟,我们已到了海边,那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码头,几个苦力,正在码头上抽着烟,玩着纸牌。 在码头的附近,堆着不少货物,香装的,罗装的都有,黎明没向我做了一个手势,我们就在一大堆木箱旁边,坐了下来,我看了看手表,如果子玄号一时到达的话,纳末,还有四十分钟,好戏就应该可以上演了。 我以为这四十分钟,是极难消遣过去的,本知事情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,我们刚一坐了下来,那群正在玩牌的苦力,便一起停下手,向我们望来,交头接耳了一阵,其中的两个人,站了起来,向我们走了过来,黎明没,啊,地义声,道,魏先生,我们有一点小麻烦了,我忘了此地的苦力,是有着地盘的。 那时,我也已然看出了情形不实分妙,那两个身高足在六尺左右的大汉,来到了我们的身边,便其实兄兄弟喝道,你们是干什么的,我只得苦笑,道,兄弟,有两箱祸,等国船来了,运回去,那两人神态更是凝恶,大声喝道,你为什么要带人来,怪我们的规矩,他们一面说,一面聊全旅币,准备动手, 我向码头处一看,基于八九个大汉,也全都站了起来,那来到我们身边的两个人,分明便是头目了,我欠了欠身,站了起来,伸手在他们的肩头上,拍了一拍,道,兄弟,有话慢慢说,我们可以坐下来谈。